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阿俊给您带来的江戈项目实战购物系统教程 今天我们学习第八课项目文档的书写 在我们进行详细编码以前 培训项目文档书写是为了突出项目文档的一个重要性 大家在编码以及书写文档的时候都要时刻牢记 你写的代码是给别人看的 你写的文档也是给别人看的 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型项目的一个必要的文档 就有多达七八条之多吧 那么它的文档总类肯定就是十几二十种很多的 一个是总体设计,项目架构以及技术选行 还有系统模型等文档的一个说明 像你的项目是否要采用分布式的存储或者运行方式 以及你的技术选行采用python或者java 是什么的你的系统模型是什么样的采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建模算法之类的 然后项目的管理方面的像需求分析预算风险这些安排 然后还有使用文档需求文档详细设计支持文档还有用户文档 这么多的类型后面的它的作用呢 我都简要的概括了一下 主要呢其实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面向我们的项目经理以及我们的领导 这一些人他们看的文档有哪些 还有一种分类就是面向我们的设计人员看的文档 这个设计人员呢又包括前端设计人员以及后端的设计人员 然后设计人员之后还有就是开发人员 我们的开发要拿着一份详细设计去做开发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然后呢还有什么产品需求说明 以及还有面向我们用户的文档 可以根据我们面向的读者的群体的不同呢 我们就很容易记住我们这些大型项目里面 有必要像各种不同的角色澄清一些什么东西 都是非常有必要记录在我们的文档里面的 然后现在我们个人接触到的更多的是一些小型项目的开发 特别是有些编程的爱好者呢 自己会写一些开源的小程序 那么这些程序里面呢应该又有哪些文档呢 这个文档也是必须要有的 在GitHub上面呢有一些项目 它可能只有一个readme 它但是也要包括以下的几种内容 项目的概述 也就是你这个项目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生的 它有什么作用 还有就是你的分发许可证 也就是说假如说你是开源的话 它的采用的开源协议是什么 别人可以在你的代码之上进行怎样的开发工作 然后如果是B缘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版权声明等等 还有使用的例子也就是常说的quickstart 然后安装指南呢就是你的这个项目的怎么样快速的跑起来 还有指向社区的一个论坛啊支持 还有特别要有bug的跟踪问题的反馈 这些链接给出来 这样子别的开发者在使用你这个项目过程当中 有反馈有代码的提交才能够及时提交给你 这个项目的文档的内容以及种类呢 就简要的提这一些 大家根据我的提示呢 去自行的了解这么些类型的文档当中 应该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啊就这里不再赘述 然后呢要介绍几种工具啊 一个就是Sphinx 它呢是一个文档的生成工具啊 是用来生成文档的 它根据啊那个结构化文 结构化文本的那个语法 就是RE-structed text 这个RE-st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种语法格式和markdown类似的 然后呢这个Sphinx就可以根据这种语法格式呢 来生成文档 我们用用这种语法来进行写作的时候呢 是不必要去关心我们的文档的格式的 像我们也有那种可视化的编辑器 比如说word office的word 我们可以来排出很漂亮的版式 但是我们在写代写文档的过程当中 不免呢会去注意这个版式的结构 去排版就会浪费很多的精力 但是使用RE-st这样的东西 以及markdown这样的东西呢 就让我们的精力主要 集中在编写文档上面 然后这个呢是大型项目里面 是经常用到的 像我们的jungle啊 或者是python的官方文档都是使用REST和Sphinx来书写文档的 然后自动的生成文档是非常的方便 特别是我们的那个API指南用这个Sphinx来自动生成 非常的方便 结合那个Python的DocStream 很方便的 大家下去呢去根据我给的链接 去了解Sphinx和那个RE-structed text 好了 然后markdown这里呢 我详细的说明一下 因为我在平时的开发当中呢 使用的最多的是markdown 因为它非常的小巧 非常的方便 这里给了两个指南 一个是markdown的中文版的语法说明 还有一个呢 是github上面给的一个语法的说明 以及github它有扩展的那个markdown的语法说明 这里给大家一个演示啊 咦 这里呢 我把它改一下 因为它在渲染出了一些问题 好了 我们看到左边的绿色块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原始的 我们自己要输入的内容 然后右边呢 有一个预览的模块 这样子我们在原始的文档的书写的时候 根据它的一些语法的安排 去写文档 就可以生成很漂亮 简洁大方的一个文档 在右边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预览 在github上面呢 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来书写文档的 在我们自己的实际项目当中 也是采用的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研发人员呢 主要是念 主要书写的是 那个研发的文档 就是相当于是一些 接口说明啊 接口实现啊 接口设计 这里偏多一点 好了 然后最后还要提到一个东西 叫做 DocTest DocStream呢 这里也给了一个链接 这个是Python 内部实现的一个文档 字符串的机制 就是我们在模块 类或者是方法的上面呢 用三个引号的字符串 写一个 可以写文档说明 这个文档说明呢 就会里面呢 可以写在那个shell里面执行的时候那种执行的语法和结果 然后这个东西呢 可以方便我们做文档测试 也可以呢 在我们shell里面调试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使用help来查看某个函数的时候 它给我们反馈的内容 其实就是这个DocStream里面的内容 然后这个DocTest呢 是一个文档测试 我们这里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DocTest呢 就是这种格式 我们现在屏幕上看到这种格式 把它放大一点 好 它这里定义了一个函数 Factorial 这个Factorial它就是说呢 要返回某一种数字 它的使用方法呢 是什么 这里用三个大语符号来表示我们的执行 然后下面呢紧跟着它的结果 也就是说我们在那个python shell里面 执行这样的语句的话 执行这个语句 这个列表解析式 会得到下面这一个列表的结果 执行这一个函数方法呢 会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种结果 这个DocStream 直接导入 这个DocTest呢 是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部分叫做DocStream 然后我们下面有一个DocTest 是ImportDocTest 然后直接DocTest点TestMethod 就会得到一个它的执行结果 就会说有几个测试在你这个文档里文档里面有几个通过了有几个失败了啊 这就非常的方便 特别是在我们进行代码重构的时候 来进行模块级别或者是类级别的一些改进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方便 其中更详细的内容呢 大家要去根据我给的参考资料去详细的学习一下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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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